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这些管的一名讲解员 第二个身份呢 就是我是一个克葫芦的手艺人 也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传人 接触孩子们接触的玩具 都是什么洋娃娃的时候呢 我接触的最多的玩具 可能就是葫芦了 我们家里面新手店来的 都是葫芦 葫芦呢 它的谐音叫做 福禄 有福有禄 所以说自古以来呢 老百姓家里面都喜欢去摆放 或者是悬挂一个葫芦 祈求能够化煞 避凶 然后保平安 以及呢紫森万代的一些美好的寓意 因为它摇一摇里面还有很多的籽 咱们兰州克葫芦呢 它是以特制的这个钢针去雕刻的 很好理解 就相当于是在葫芦上面 给葫芦纹身一样 我们叫它鸡蛋葫芦 就是长在咱们兰州的 这个沙制土壤里的 这个清白石 盛长的一个葫芦 叫做鸡蛋葫芦 因为它的直径 大概在四五厘米左右形 四鸡蛋大小 同时呢它的皮质非常的细嫩 适合去做一些微雕的艺术作品 这就是兰州克葫芦 最具代表性的会用到的 一个葫芦的气形 那咱们老百姓眼里常见的葫芦 肯定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中间呢腰比较的细 上面的腹部比较小 下面腹部大的这样一个气形 叫做压腰葫芦 然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咱们阮氏家族呢 有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微雕 从我太爷到我外公到我母亲这一代呢 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个画面呢 都是雕刻的非常精细的 我妈妈他们这一辈呢 已展现的是咱们国学的题材 传统的这个民间文学比较多 那我舅舅呢他男性啊 他就喜欢刻一些十八罗汉这样的题材 那刚才提到了我的大姨呢 他擅长书法 所以说呢以这个书法题材表现的较多 那到我们这一代呢 年轻人可能喜欢的题材呢 就更为有年轻化的特征了 比如说动漫的题材 我们有刻过 旅行的青蛙 这是最早以前去刻过的一些图案 以及这几年的疫情 我们把当下的生活 也是通过葫芦去记录下来了 以前的葫芦刻完之后呢 树枝高阁摆在那个地方了 买回去的人也是分存到家里面就会落土 但是其实葫芦最早在古兽之路开通的时候 它就是以实用性储藏性为主的 里面杜大能容可以装水 可以装粮食 当然现在我们不需要长距离的跋涉 用葫芦去装这些东西了 但是可以装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东西 比如说文丸的东西 或者是茶叶 或者是香粉 搞香道的朋友 搞喜欢茶道的朋友 它可以把葫芦作为一个小的载体 里面装一年年每天日需的茶叶 或者是香粉在里面 嘴身携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这种实用性的开发 他们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东西 还能简单化 市场上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这样子的话 我就说他一年到最后 他的作品卖出去的比我的还多